我也是遇過很可怕的經歷 就是那時候我曾經想說去看中醫 那個中醫竟然就是醫師 就要求要看內症 我就想說只是單純 可能跟他說我就是內分泌失調 分泌物很多 結果那醫師就跟我說 那我幫妳做進一步的檢查 他就說好 OK 那妳 脫褲子在就是診療上 稍等一下 重點是他們那邊可能就是 不像師醫那麼專業 有那什麼布臉 就結束之後 結果我就離開那個枕間 結果因為我那個枕間門 可能是我的死角 我看不到 其實從外面是 妳這樣有瞄的話 是看得到裡面的枕瞄台的 超扯 所以等於是 太高了吧 我看到 脫光光這樣就被看光光 我就覺得超誇張 前面有個搖滾區 糟糕了 這真的是 真的很可怕 這樣不行 很陰影 不是 這有些連那個南側設計的 也會這樣子 沒有遮的 對 就沒有遮的 然後妳尿完也發現說 妳這樣轉頭看 那個阿姨是看得到妳的 對啊 剛好跟他對到眼這樣 對啊 尷尬 設計得不太好 有 我這也有去就是除毛的時候 然後也是除比基尼線的嘛 然後就那時候就發現 那個窗戶怎麼都沒有拉 那個布簾下來 然後就也很想跟那個護士問他 可是後來就想說 算了 外面應該是看不進來的吧 可是你就會看到就是 就是路上的車子啊 然後人在那邊走來走去的 然後就會覺得很可怕 對 我覺得這種私密處的地方 就會特別注意說 有沒有哪個地方會看得到 該遮的要遮 沒有安全感 對不對 在日本應該就很有隱私了 日本也有這個胸部 但是跟台灣完全不一樣 那個日本的話很大塊的那種 所以完全沒辦法看得到 那個醫生或者是 對 妳自己被檢查 妳是看不到醫生的 對 像投影布這樣子 對 然後但是可能會有安心感嗎 但是那個布是 那個舊舊房子的那種的 髒髒的那種 所以更沒有安心感 然後更不舒服的 也不知道他在幹嘛 沒有寫過 他幫妳打麻醉了 妳怎麼知道他在布的另外一邊 在幹嘛 因為妳也沒感覺啊 你是不是想到什麼澀澀的 沒有啊 怎麼會呢 眼睛不要那麼大 我什麼都不知道啊 疑問一下李醫師 沒有 日本的這個度 真的是比我們大啦 我們是長這樣子 好 就是大家 好小 就是小小塊 這個大家一定都有看過 不過我們現在的內診台 內診間基本上都是做獨立的 它不會是就是直接在診間 它旁邊一定會有一個隔蓮 或者是像我們醫院的話 它是有一個整個木門 這樣子去檢查 可是一般我們在做的時候 因為為了方便 會一直開一開關關 所以我們不太會去上鎖 所以也碰過滿尷尬的事情 之前我也是幫一位年輕女生 在做音道超音波的時候 在檢查 或者是像我們醫院的話 它是有一個整個木門 這樣子去檢查 可是一般我們在做的時候 因為為了方便 會一直開一開關關 所以我們不太會去上鎖 所以也碰過滿尷尬的事情 之前我也是幫一位年輕女生 在做音道超音波的時候 在檢查 木門就這樣 然後一個阿姨就衝進來 她說黎醫師 對 阿姨不是過號 這次不是過號 阿姨 阿姨說黎醫師… 我剛才看過你還記得嗎 然後我說我再檢查… 我讓你鑽到了 我再回來讓你看一次 再來鑽一次 拿了一袋藥 然後拿了一袋藥 她說這個藥怎麼吃怎麼吃 我說藥袋上面就有寫 怎麼吃怎麼吃 我再幫病人修復 對 她就再拿回來問我說要怎麼吃 我說不要顧好病人的隱私 你這樣是侵犯病人的隱私 阿姨竟然還罵說 有什麼侵犯隱私 阿姨就會說她都是女生 她都有 妳怎麼會聊啊 不然我會給她看嘛 臉很合苦耶 她的女生 結果我們護理師也氣了 她說 她有羞恥心 你沒有啦 你再不出去我要叫警衛了這樣子 對 所以真的是會碰到這樣的情形 所以現在偶爾我們看 如果是真的比較危險的狀態 我們還是會把她鎖起來 鎖起來 對 今天聊了這麼多 主要就是要提供給大家那種感覺 就是說 其實每一個女生都有那種心情 都有那種心態 如果你脫了反而造成自己身體 健康上面的安危的話 那就太不划算了 對 對不對 不要為了這些情緒而脫 有什麼不舒服就趕快去看醫生 對不對 我們也在這邊預祝蘿莉塔能夠 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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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好不好 祝福你的寶寶跟大家身體都健健康康 好不好 謝謝大家 成績了 拜拜 周一至周五晚間九點 周年綜合台 同學來了 我們在五十二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 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是我們不放心 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因為這個app非常貼心 中天的新聞直播 節目全都在裡面 一次滿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